这个婚姻是不是该走下去 如果就是走下去 该怎么走下去 你想走下去吗 想 女方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出现的问题 根本过不下去了 所以你的想法是 分开 什么时候觉得过不下去了 应该要分开 就在前两个月吧 我老婆儿媳妇刚生了 也刚女儿妈 我向她要了三千块钱 她说我凭什么给你三千块钱呢 是给小孙女的 红包是这意思吗 我那个儿子嘛 刚参加工作 我也没有多少钱 我就问她说 我拿三千块钱给他们用 她说我凭什么给她 小孙女出世 你想这个送一份礼金 这个礼金要管她 要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收入 由她保管 所以要她拿出来 还是说是她的钱 要经过她统一 她的钱是她的 我的是我的 是分开的是吧 对 然后呢 过后一个多月吧 她从来没给我一个电话 也没给我一个微信 就在8月14那天晚上 给我发了一个红包 两百块钱 我说这个红包肯定不是了什么好的 然后我还是没理她呀 她就早上来接我 接我去送我去上班 我说我们还有必要走在一起吗 你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产生了要跟她分开这个念头是吗 对 黄先生这边先解释一下 出生第五天吧 她就问我 这个生意出世了 你表示一天 意思意思一下吧 我说要意思多少 她说最少 最少两三千 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为什么 我求得太多了 我准备是给一千的 为什么当时的反应不是 给这么多 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而是说一句 凭什么给你 我说是这样说的 我凭什么给你那么多 我说我跟你养儿子 还要跟你养孙子吗 这里我们首先要交代一下 在十几年前 项女士和黄先生 就都因为意外事故 失去了另一半 经人介绍 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 用黄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 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可话说回来 既然在一起都十多年了 黄先生为什么 就非得为这三千块钱 和项女士翻脸 而他声称替对方养了儿子 就不养孙子了 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黄先生说 自己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而他之所以会对 这笔三千块钱的礼金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也是有原因的